土耳其核心盟军正在不断向叙利亚增兵 大巴正在将大批土耳其盟军叙利亚自由军运抵战场 而在叙利亚北部阿富林地区的库尔德武装的援军也来了 属于库尔德联盟的叙利亚民主军的一支部队 已经从卡米实力和科巴尼向阿富林前线出发 叙利亚民主军是整个叙利亚武装组织当中装备最精良的部队 是2015年10月以叙利亚库尔德武装为核心 13家叙利亚武装组织组成的联军 这个部队现在主力有3万人 其中一半是库尔德人 一半是阿拉伯人和亚述人 还有亚兹敌人 拉卡战役 诱发拉底河战役 和抢夺油田战役 就都是叙利亚民主军的杰作 早期那场史诗般的科巴尼保卫战 也是叙利亚民主军的前身 库尔德保卫军的成名战役 现在叙利亚民主军参加战斗以后 对于土耳其来说 肯定不是一个好消息 因为他们是美国在叙利亚重点扶持的武装组织 全部人员都接受过美国特种部队训练 而且拥有大量来自美国 德国和东欧国家的武器装备 但是主要都是轻武器 夜市装备和通信装备 在重武器和人数上 还是无法与土耳其军队相比较 土耳其军队现在最突出的优势 就是拥有绝对的空中优势和坦克装甲 还有炮兵优势 2017年上半年 中国军工连续获得多项军事科技重大突破 让军迷们大开眼界的同时 也让全世界为之震惊不已 微信关注军迷圈 回复中国军工 让我们一起回顾 祖国的澳人成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